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讲算命的 所以今天请你专家来了 应该聊聊算命 因为我一看他小说里边的介绍 我觉得有点神的 说是我没听说过的一个 解放前江湖之上 有一个帮派叫做江相派 江相派其中有这个人 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远方亲戚 远方亲戚 所以这么一个老爷子 这老爷子就跟他 他是年轻人 就三十多岁 就跟他传授了几道 是不是 你会算命吗 首先算命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逻辑规则 就是根据一经演化而来的一些逻辑规则 所以说他都是讲的 阴阳五行的深刻之化 天干地支的行空克亥 他就说加权减权等等 就是这样一个规则 他本身并不是说迷信 当然这个书里写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跟这个真正的这个一经之道 就可能偏离的太多太多了 对 也把这个一经里面的精髓化的东西 比如说他倡导的这个 既善之家必无于庆 既不善之家必无于秧 天行有道 力身有本 这些个精华的东西都没有了 过度的渲染 他这种占卜功能 把人让他丧失了这种不关的弄性 就是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压宝或者寄托在算命上 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就说实际上不是命定论 对 是吧 就是人还有一个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对 您说的太对了 这个一经他从从到尾 都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就是你怎么去做 怎么提高你自己的个人的德或者行 来达到这种趋吉利心 所以一直就有一个 就说这个哲学上就探讨这个问题 到底人的命运是前定的 就是一切都命定的 所以才能算出来 还是说人完全是一个偶然性 或者是个人决定了自己的命 一般来说 如果分开算命是前定的 运是可以改的 所以他为什么有算命这说 算命的人 一般情况下都愿意算你未来 你的前面经过的事 如果很生的话 它很难算得很准 因为有的可以能算准 我也能算 你听过吧 我还太能了 这个不是很难的 就是有的特神的 你在任何一个朋友那里都听过这种故事 对对 但是到我这都不得灵 因为什么呢 我不配合你 因为很多人是配合你的 就是他在试探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因为很多人 就是比如算命的人 他跃人无数 没错 他跃人无数呢 你的很细微的变化 他都能捕捉到 然后他就会顺着你说 或者一步一步的试探 因为他的话肯定是 一开始是有模糊到清晰的 没有人上来就先说一个清晰的话 就你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他说 你比如人一见我 上来就说 您得过一场大病 这事肯定对 这病多大为大 是吧 是你内心的一个感受 所以这个一支 他写他们家这位亲戚 这算是当年将相派的人 但是他就 这个很多道行 照我看来还不是讲一经一理 讲的是江湖上的技术 人情世故 所以讲的好像是一些骗术 你说的这个江相邦 当年就是以这个骗术 对 他就是在那个康熙英众年间 传说中的这个鸿门五祖之一 方正于先生 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邦派 当时他是为了目的是反清复明 然后他怎么做 以骗术反清复明是吗 以这个算命 因为算命最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共鸣 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发展他的帮派 好多人趋之若乌 对对对 然后再宣扬这种这个 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满清复官不对啊 不好啊 不顺应天啊 反清复明啊 就这样传下来了 当然在传到这个清末啊 包括民国啊 这个完全就是已经 已经这个这个发生变化了 他就 因为这个满汉融合呀 也不存在那个以前那个所谓这个反清复明 这么一说了 但是他们这个骗术还是在不停的翻新 他这个整个这个帮派的这个作用也发生变化了 不是反清复明 是欺骗老百姓 变成有组织犯罪团伙 对对对 哎 他怎么有什么特神的这个骗 怎么有有什么道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呃 作局 作局 比如说我要给您算命啊 但是我跟马老之前认识 然后通过马老的一些信息 我知道您的信息了 而知道您出生在哪 知道您小时候发生过哪些事 拿到您的简历了 但是您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 嗯 然后当然我们是一伙的 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一伙的 然后咱们三个做在一起算命了 嗯 那我说 比如说02年 03年 04年 05年 你有哪些事情 你就会感觉说的真准 嗯 非常准 但是你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这算命 其实是我们俩之间做了一个局 哦 是这么呢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很土 你觉得 不是 就我刚才还想啊 就这个江湖上有很多做局的方法 比方说就是仙人跳 对吧 赵宏霞算不算江相邦 对 这是 这是也算一种局吧 我跟你讲 对对对 他说这个事啊 我都亲身经历过 那时候我这个二十几岁啊 在编辑部里当编辑 我们那时候经常组织作家开笔会 作家里有很多人会算命 为什么作家都是观察人的嘛 你比如陕西的甲平洼 那你他肯定会给你算命 而且据传闻在陕西作家里 甲平洼为老大 算命的老大 第二 邹志安 那么 这个这个 我们开笔会的时候 都会请很多很多作家 结果我们那是编辑部啊 大头要来啊 大头喜欢这事 大头来之前呢 咱就别说是谁了 就是一作家 头天夜里就 钻到我这屋来了 说那时候管我叫小马 说小马有个事求求你 我说什么事 说明你们那头不是要来吗 你能不能先跟我聊聊 尽可能你知道他的事 第二天他就 当然他有一套说辞 对 他有一套技巧 就是他知道这些信息 他不可能一股脑都倒出来 让你相信 他会在边缘上游离 游离到巴就贴的这个点 巴一次一次的贴住 你那一最要命的地儿 他哪知道 这算命先生 头天夜里跟我这 套出来了 套了三分头 然后我们那社长 就说总编辑 就说 全天下算命最灵的 就是这个 就是他 就是他 后来我觉得 这玩笑有点大了 你知道吗 我就又不敢出来说 那时候我这一个小编辑 那大总编辑 我哪敢说 您那是受骗了 我也不敢说 就是多少年以后 我还听我们总编辑说 谁算命令 信了多少年 实际上就是 头天晚上在我这 套了一大堆东西 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哎呦 那你说 哎 这个算命啊 咱们现在听到的 确实我跟你的感觉一样 我在每一个朋友那里 都听到过 就说太神了 见到过谁谁谁 怎么算 如何如何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我这人 这业障太重呢 也是 我在我身上 我觉得从来没一个 这辈子我没碰见过一个 你跟我一样 把我算傻了的 对 他有好多方法 比如说你独立于迷信之外 他再来给你算命 首先你有一个警惕性 然后他的话套不出来 比如说他可以算父母 他有一些话术 所谓的话术 比如说算父母谁先过亡 他说父在母先死 这个话可以理解成两个含义 就是父亲在母亲之前先死 父在母先死 还可以说父亲在母亲先死 他有一些两头堵的这个话 这话是最传统 父在母先亡 就是一上来就说父在母先亡 是 什么意思呢 父亲在母亲先死了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是父在母亲前都死了 你说我二老都在 他说你将来是父在母先亡 所以你知道吗 你看他这个书里还写了一些 有些咱是知道 比如说入门观来意 咱们可以拍一下 入门观来意 出言莫愁出 这个咱是能明白 但有的你就需要解释一下了 比如说七问八 非八有事 必然仔细艰难 这是什么意思 就说七是指黑话 就是丈夫 八是指妻子 如果丈夫来给妻子算命 肯定是 要不是就怀疑他不忠厚 戴绿帽子了 要么就是他好长时间 没有生孩子 往往是这个原因 他揣测的是这个人 这儿还有这种 一哥要狠刀 二哥要抛刀 三早要跳早 这是什么意思 一哥就是对算命深信不疑 就天生的迷信 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压在算命上了 这种情况下 他说什么 这算命先生怎么说 他都怎么信 这时候要狠刀 你解释 多拿钱 没关系 二哥就是说不太相信了 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假的 起怀疑了 抛刀 别再别再让他出血了 三早呢 就是那种 一看就上门就来找茬的 就是说他发现你就是个骗子 找茬了 这个时候就赶紧跑吧 跳走 就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有这事 那么你说啊 这种风水 或者说是命理 除了他骗术的这一方面以外啊 有没有点真的东西 真的 他就是所有的这个算命方法 包括拔字 六窑 七门 梅花呀 等等 他其实你真正的去研究中语 你会发现他遵循的都是周易的 那个阴阳忽义 阴阳均衡的一个道理 就是五行的深刻之话 他本身并不迷信 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迷信的要素在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本书 如果想破除迷信的话 就是那个明朝家境年间 出生的一个思想家 就是袁皇 袁了凡先生 袁了凡 对 他身体力行这个易经的精神 而且把这个易经的精华的东西 和如是道三家的思想 做了一个大汇总 他用一辈子的 他的这个点滴的 生活的一面一面一面的 记录下来告诉大家 就说这个 他首先他不否定 这个易经的占卜功能 他不否定 然后他又告诉 按照这个易经里面的 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情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这个天行有道 立身有本 包括孟子所说的这个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他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己通过修养自己的这个德行 然后做事情 就顺应自然规律 顺应社会规律 慢慢的突破了命运的束缚 那么这是破除迷信的 怎么解释 为什么我们眼睛里看到的现实 经常是这个坏蛋长命 好人短命 然后这个小人 那些个烂人 今天就高官厚禄 什么东西都占尽风水 这个我研究过 这个可以说 这个研究过 因为经常 就是你发现中国人 有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往往会把一个特殊的现象 做一个放大一片概全 比如说有100个人在行善 有99个人得到了好报 只有一个人没得到好报 他就会站出来说 你看这个人行了一半的 一辈子善 最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后再说什么杀人放火 金腰带 这个修桥补路 吴石海 其实你你真正的去做一个 就是西方教实证实证研究方法 你真正的在占有大量的这个案例的基础 你去看一定是好人有好报 我这个很浅薄的学习一下 我就觉得人类的历史 很大程度上是算挂决定的 因为你看特别是在这个夏商周 我们看这个那个时候什么甲骨文 甲骨文上面这个全是占卜的 而且越是大事越占卜 而且那个时候人是真信 哎呀 就是烧这个甲骨啊 这个龟的这个甲和这个骨骨头 怎么列文 说这仗能打 不能打 你看 我都没法说了 你接着说 对 所以他就是因为你对未来不知 每个人最恐惧的就是未来 而不是过去 过去有多大苦难 你已经经过了 你未来你不经过 你肯定是不知的 那过去呢 你比如有个典型的案例 特有意思啊 我印象中好像是宋朝的 这个连年大汉 连年大汉 然后呢 这个就找了很多这个 这个这个占卜的 这个算命的 来说谁说 就是那很对你周圈 全是方式啊 谁有本事说准了 那皇上就用谁 那有人来说这个那个 谁说说不准 来一个人说了 说我告诉你 很快就要下雨 皇上说 说多少 三天之内 结果说这么长时间 久旱 怎么可能有暴雨 说你看着吧 三天之后大雨就来了 下完了以后又下人 说这雨下不停 怎么办 那又着急 又找人算 算完了以后 谁算都不定 这哥们来了 说明天就停 去了明天就停了 听了一个皇上就说 说你有什么能力 能够算这么准呢 他说我什么能力都没有 就我小叔腿折过 他一到阴天 我这腿就疼 快停了 我就不疼了 我可不就知道这事了吗 所以这其实呢 他是生理中的一个反应 对他来说就是个小规律 经验科学 对 算命产生的根源啊 就是人类趋即避击的天性 加上对未来无知的恐惧 对 这是他产生根源 他都想知道以后怎么样 而且明年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这个不光历史 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 其实很多事情啊 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就是算命决定的 为什么啊 你仔细反省 我们每个人自己啊 你一个人啊 担不了那么大的负担 包括你有时候一个很微小的决定啊 你仔细想想 就比方说 哪怕做生意讨价还价啊 因为谈判可能是很激烈的 或者说 你想办一件事 基本上你要这样做了 但是你最后要不要这样做 我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 比如说讨价还价 说这个价钱 最后谈不下 可能他的幸运数字是三 好 这坦三百万 他就 他脑子里有一部分的 是属于这种非理性的东西 在让他下的这个决定 包括说 比如说他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啊 跟四有关 所以 我跟对方签这个合约啊 本来就是要签 不要签的这个这个之计啊 他一看今天是个四号 或者是个星期四 或者是四点 或者是四点 就做了这个决定 其实你想想我们每个人 决定当中都有一部分这个东西 这就是你对未知的一个肯定嘛 就是你必须要找一个方式嘛 是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一个 我过去有个员工 台湾人 他会紫围斗数 他给我算过 那个很有意思 我一开始不太相信 我说这 我不行 我算 他给我算呢 我先 我先相信他是他的态度 他说你要算你的流年 还是流月 还是流日 就是他可以算到你未来的每一天 嗯 而且非常复杂 他把那个他完全是用手写的哈 台盘嘛 拿过来 我一看那纸我就 我首先先相信这事是下过功夫的 嗯 他到 我说那个没必要算流日 您就算的流月 就算流年就行了 就是我这一年有什么 写的非常详尽 包括就是你所有你一想象不到的内容 那么从这点上 我起码他是就是就是研究过此事 研究过此事呢 然后他也承认他说这个不一定很准 但是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作为你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参考 里头最有意思的一句话 我就记住了 其他都没记住 他就说呢 算到我72岁 流年嘛 算到我72岁的时候 他就说到72岁的时候就不用算了 就是我自己就会算了 我就等着那天呢 到72岁以后我要活到那日子 我身后的事我自个就知道了 哎 你给人有有人找你算命吗 其实首先我比较那个 就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研究啊 就包括易经啊 包括一些他衍生出来的这种数数 就我们说的数数 算命方法 所以你要研究他 肯定你会探讨他这个逻辑规则 也会有朋友在一起 比如说春水牛啊 你不给我算算 我买房子给我看看风水 当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算命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算当做这个娱乐也好 甚至可以帮他当做参考 这个马老说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生活中的一切都压在算命里 对不能比那就麻烦了 哎 你觉得是不是真就是有没有算准的 咱排除骗人的因素 有没有算准的 这个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可以窥探的 嗯 是可以的 什么这具体怎么讲 呃 具体就是他他是这个一个五行的结构啊 就比如说积木水火土啊 比如说这个流年 今年是这个鬼四年 去年是人臣年 对吧 这个呃 今年的是天干水 然后极之是火 嗯 他根据这个五行的这种这种作用关系 在作用于你个人的命局 看看有哪些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急凶或佛 这靠谱吗 他是通过这个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那这靠谱吗 这个有的时候也不靠谱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吧 就把大家给听糊涂了 你看他是很专业的说 你要让我非专业的说 我就能说准 你知道怎么说呢 第一 人物性格决定命运 这个很重要 嗯 每个人的性格决定他未来的命运 是吧 你一看这人就是一个粗制大业的人 这事什么都成不了 这事让他干 哎 成不了 他不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人光于心计一个人 也未必能成 就是他实际上是你越人越多 你经历的事情越多 你的阅历越多 你对下面的判断相对就趋于 那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那毛主席算命也很深 说这个解放战争 少则三年 多则五载 最后就打四年 嗯 那这是 他也是一种算 其实好多东西啊 就是就是一种这个常规性的判断 常理性的判断 嗯 你看一经上讲的 他没有这个外门邪道的东西啊 不是说这个鬼神怎么走 没这没这么一说 嗯 你说六十四卦第一卦前卦 对 天行道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二卦就是坤卦 第十坤君子以后得载悟 有天有地中间才有人 你这两条若做多了之后 你就是基本可以远离大的灾祸 为什么呢 你首先要积极向上 千行道君子以自强不息啊 嗯 你积极上进 不要沮丧 嗯 然后呢 厚得载悟 不要嫉妒 有宽容性 有包容性 嗯 这是最起码的做人的准则 嗯 你看这两卦放在最前面 你老家是苍州的吧 挺口音 刚才苍州来了一位延伸法师 说的跟你一样 哈哈哈哈 这样这样算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就是这个书里就讲的解放前呢 混江湖的这个人呢 真是很不容易 你知道我还看过一个说评书的 那个时候就姓什么的 就写的江湖葱坛 啊 我想出来了 是吧 是是连阔如 连阔如 对 连阔如老先生写的 他当时就说我这个写出来 他当时在报纸上连载 他写出来啊 我就没有饭吃 就很多人没有饭吃 嗯 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骗人 忒不道德 嗯 但是就是 哎 好像解放前这个这个 这个天桥那边 或者是这个平常街市上啊 哎呦 这种特别多的这个道行 是吗 他其实我认为啊 很多算命先生啊 有社会功能 是有有积极向上的 我们老说正能量啊 他有人给你算是什么呢 他强调你内心的一个自信 就是你对后来的生活呢 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你特别坚信这个 可能对你未来生活是有好处的 不一定说算命 一定是一无是处的 嗯 人给你点鼓励的话 很重要 就看他对你是怎么导向了 对 对 他如果说你以后一定好 嗯 你心里暗示就有了 我一定好 你越相信了 这人他就越状态就越好 包括 包括医生 有的医生认为这种病 都是心理的疾病 嗯 你比如有很多精神上抑郁的 他吃的是安慰剂 那个药是没有用的 对 但医生告诉他 这个药非常名贵 非常难弄 好人弄一片 你吃的准是舒服的 对 所以算命先生 他要是后得宰物的话呢 他能起到个心理医生的作用 对 往往他像钱 他欠了钱的作用 他像现在往往都是吓唬你 有什么灾呀 有什么大货呀 是客妻呀 客子啊 然后你得解呀 那解灾呀 解灾就是拿钱吗 你你知道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香港有个麦零零 对吧 还上过我们节目的 给专门帮人看风水的 他跟我说一道 我觉得有的男的听了 肯定特高兴 他说呀 这说你别看说这个包小三的 他说我跟很多人看过 他说这个人 有的人就不适合一夫一妻 他说有的人呢 就得是三个 他不能多 就是说 他要是说非跟其中一个女的 要是要是给分了手啊 你看他两口子就得病了 就是说不光是这男的 需要有两个女的 而且甚至啊 就是说他他的这个原配的老婆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三者 他们俩也有一种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 就是说如果他们俩不这么掐呀 这俩都病了 就没有 没有竞争机制 对对他们的健康不好 对 你看这个理论 很多人听了就特高兴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首先那个我这个佛学 有很深的一个认识 我认为我个人来讲 是不太同意赞同这个观点 你认为原女色比较好 对我认为比如说还是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我们在 stron ön 遇到那个